球队辞职后就没有再联络他们了 现在都没有什么练索 因为我觉得没有面对他们 所以我现在我唯一知道的是 以前球队的按摩师 他就是雨田 他说是借钱给你那个 对呀 雨夜 他现在在这里开了一间针灸院 他很变态的 那人很狠心的 风俗狂 常常去飘 他针灸院吧 对呀 在那个前面 我们现在立刻去都可以 原来那个欠人周身寨 那人原来都是那个棒球队的按摩师 我的债主追着我 怕我走路 哭不出来 是否去学天启啊 先看看 现在去看天启嘛 现在去 咦 现在学不学到啊 我以为我怕我债主那么好给我什么 啊 放掉我 债主在这里学不学到天启啊 去这个先啊 要是 好 来啦 哎呀 雨夜不在啊 似乎 哎呀 雨夜不在啊 似乎 哎呀 雨夜不在啊 似乎 哎呀 雨夜可能又去了嫖了 他这个时候最终要去的了 那在这里等下 他不会这么早回来的嘛 雨夜啊 因为他没有钱而已 应该都会回来的 他还欠 不是他怎么会等着收我那三万元啊 那他去哪里嫖开啊 这个时候呢 他通常去那些 看照片的 他走到别人的店里 他神经病的看照片 有什么好看啊 啊 去那里找一看吧 应该找到的 他说 感荣有些 哇 什么店铺啊 你知道吗 雨夜最喜欢看新人的 啊 哪家店铺有新人呢 马上去 好可爱啊 这个很可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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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觉很可爱啊 哪家新人不行啊啊 你是写开咸报啊 你知道吧 他说 我也不知道啊 他说是无聊啊 按内所 啊 你去找这些 这些才是色图佬嘛 他说你找阿叔没用的 啊 好 进去啦 马上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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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你找什么啊 想找一些新人的 哦 新人 啊 有什么 有什么 有个秘密之什么的 有个叫萌萌 莫摩耶 就是很萌的 一个叫萝莉子 他两个 莫摩耶 就说萌萌 就29岁 身材很好 那萌萌萌 就25岁啊 博博脆 但是身材又没那么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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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应该是萌萌萌 啊 啊 啊 好 你喜欢哪个人 就这样听名字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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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哪个人啊 我不记得 啊 随便去完 总之通常都是这样的 他一定是要你去完 我猜是这样的 他有两点通常都是这样 去完之后 好好好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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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萌萌 ç 啊 啊 啊 喜欢新人吧 الله 你好啊 是不是两个人 人问你们有个大叔 啊 那些哥俗啊 啊 是他去了哪 啊 他刚进了案内所 可能是拿新情報 似乎 我們過去的時候,他又剛好回來 這是第二間無料案內 喂,你知不知道? 有什麼事要問問你? 品田是怎樣? 有沒有看到阿叔在找新人? 有啊,來過啊 不要找他 你又介紹了兩個人 叫什麼? Claire 這個叫很久啊 30歲歲,但是美女 雖然很久,都是新人 有什麼事做了很久,但是新人 他瘋了,他說話 第二個叫大立賢的美鄉 他20歲啊,炸鏈 他好像炸出來那麼脆 未經驗 好難選啊 那怎麼辦? 去哪一家? Claire就是這個不知什麼級 然後美鄉就是大立賢 好,可以了 我想知道什麼叫什麼 叫沙食 那個什麼? 他說什麼 做了很久 他說什麼 很多經驗 但是新人 那句是什麼意思? 完全不明白啊 邏輯上好像有問題 他在這間店第一次做 叫做新人 是否這個意思? 今天考試的老師說很容易 但是很難很不開心 再來過嘛 考試 不是一年 你還有下一次考試 你覺得難 那其他同學也覺得難 那你就不用擔心 一齊難 好像會考一樣 難的話才好 大家一起拉曲 那個實力掛來了 這間就是大立賢 喂 你不是來玩啊 就不要在這 留那麼久 什麼啊 你又說什麼 靜體啊 看照片都說歡迎 你自己寫的啊 喂 你已經看了三十分鐘了 喂 喂 找到你了 喂 對了 給我三氣 這個出現了新人 平成生存 哎呀 做事啦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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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什麼 這麼困難 還錢啊 等一下 今天來有事要問你 快點還錢 哎呀 等我幫你還了先 哎呀 哎呀 對不起啊 高慘 不好意思 喂 喂 你又說要馬上去嫖 就給咯 啊 我說 他跟你不一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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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借啊 我借錢還天公地義啊 是吧 有錢還錢 是吧 啊 不行啊 我不可以跟你黑社會有關係的 啊 總之你要還錢啊 契弟 哇 立刻這樣走啊 神經病 啊 啊 唯一的線索走啊 怎麼辦啊 喂 品年 你說他啊 電話號碼給我聽 啊 嘩 扮女人聲 喂 是不是瑜伽 啊 針灸院了 是啊 是啊 好想針灸啊 我要最長的service 是 是 好嗎 多多指教了 麻煩 好聰明啊 這個啊 吳太聰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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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子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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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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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候回去針灸院了 會不會太聰明了 這個第二孔很聰明 你們怎麼看 他扮聲 幹什麼事 哇 瘋了 瘋了一下 他沒事啊 敏田 嘩 為什麼拍著那個 傻了他 要找醫生 沒事的 豈有此理 不知道什麼事 不用擔心 嘩 整個玻璃魚缸 大大的 車下來 剛剛那些什麼事 神經病 無緣無故 高空雜物 日本治安這麼差 哇 如果避到他會有什麼後果 嘩 嘩 二環不幸事件 嘩 好險啊 喂 我有些奇怪 有些古怪 有人暗算我 你沒事啊 怎麼會今天這麼黑仔 快點回去啦 好危險啊 嘩 神經病啊 有些有蓋的 有遮蔭的 不要被人 噢 噢 噢 我馬上躲進去 死神來了 來了來了來了 在這裡了 真是傻啊 好單純 你好啊 咦 怎麼會是你啊 啊 啊 我會付錢的 是不是啊 黑社會借的啊 你說哪個黑社會放鬆佬啊 啊 啊 雨夜啊 好嗎 有些事想問你啊 啊 好啊 睡在這裏 嘩 正啊 按摩師 哇 15年都沒有和你的身體做過按摩了 啊 我除了性感以外的 什麼啊 按摩師啊 啊 啊 藍那些呢 除了雨夜你之外呢 就沒有碰過了 沒有其他男人碰過了 啊 雨夜啊 他說你明不明白啊 球隊轉屬的按摩師為什麼要辭職啊 你的技術很好啊 啊 因為球隊一定拼命地留住你的 啊 好棒啊 他說是呀 他說跟著 球隊四圍去日本的不同地方去評都挺過癮的 出賽的時候順便評了 但現在呢 他說他不能用超早的 Qポン 早上優惠Qポン 上班的時候 他說 所以呢 現在都挺好 啊 他說其實呢 我是被人炒肉的 啊 15年前啊 啊 跟你啊 同一時間啊 你一被人炒了之後 我沒多久呢 我都被人炒了 啊 球隊呢 說什麼 請了個更好的按摩師 之後就突然炒毀了我 啊 明明準備要簽約的了 啊 啊 突然間呢 就說找到個新的按摩師 我都覺得很奇怪 啊 啊 我都真的不知道這件事 啊 啊 啊 我們大家呢 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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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十五年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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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事嗎? 不,那位先生,我想問問你 如果你說我被球隊放逐,誰是最大的得益者? 怎麼? 為何突然說回這些話題?很小可 誰得益? 教練,選手,粉絲,誰都可以 不過最大的得益是甚麼? 我們知道黑社會最大失益者 你不知道嗎? 那時黑社會經常搞賭球,賭棒球 是啊 當時有兩幫黑社會主持著賭博的博業權 自從這案件爆發之後,他們就在名古屋裡被人趕了出去 哪兩個黑社會? 一東一西的,兩個黑社會? 是否東城會和近江聯合? 我昨天聽說,商店會會長牛島說過 那時你就打棒球吧,你也不知道 那裡死殺得很厲害 是呀,我也知道了一點錦榮丁的過去 是呀,那時兩幫黑道經常在賭球 結果雨野先生也是因為這樣 受到牽連,只是線索也只有這麼多 好,當你鬆完骨了 哎呀,身體真的輕很多,好正啊 當然啦,你以為我是哪個?專業按摩師來的 啊,不好意思雨野,問了你這麼多 啊,無所謂啊,你就還了錢了,下次記得 喂,品田,你這個忘記了手提電話啊 好,是,嗯?做什麼啊? 怎樣怎樣怎樣?雨野做什麼事? 我記起了,那個時候的手提電話 啊?什麼手提電話啊?說什麼啊? 十五年前啊,我突然被人解僱的時候 我醒了一些東西 是這樣的,那時有一個選手 我幫他按摩的時候,他忘記了拿走自己的手提電話 啊?是誰的手提電話啊? 啊,那個叫真窩啊,真窩的手機 啊,真窩先生 啊,真窩是當時飛龍隊四號啊,打第四棒 是啊,真窩說,我忘記了手提電話 就立即大吵大鬧啊 啊,他說,我剛剛當時就說,這個是誰的手機啊? 於是呢,我是按摩師的嘛 那我就拿著手機出去,問人,誰不見 就立即看到他,他就說,喂,你有沒有,馬上拿回來啊? 啊,我就說,真窩是怎樣啊? 啊,為什麼你會拿著我的手機啊? 啊,真窩就在那裡很生氣,在那裡罵我,在那裡查自己的手機 啊,那之後呢,他就說了一句話,我很在意 啊,他就說,你有沒有看過我手機裡面的東西啊? 啊,那個時候,真窩的樣子很真靈啊 啊,手機裡面是不是有什麼秘密啊? 啊,那我就不知道啊 啊,那時候我都不懂手機,一百年多了 我手機我自己都沒有啦,怎麼會懂得用啊? 啊,現在想起來,當時的態度真的很奇怪 啊,難道他的手機有關啊? 啊,叫他打假球? 啊,叫他打假球? 啊,可能是啊 哇,真窩是調查,似乎真的要調查一下這個人啊 啊,他五年前好像退役了啊 啊,是啊,他退役了之後呢,就做很多小生意的,全部失敗 現在呢,就在什麼?開燒肉店 嘩,開燒肉店也不要失敗了吧 啊,啊,我都去過一次一次 啊,那我們現在去啦 十五年前的手機可以有什麼資料? 裡面有些受惡的什麼,短訊的啊,可能 啊,收到打假球去吧 嘩,什麼啊? 什麼戰士達,拿武器防具 錦榮丁新店 啊 是不是現在去學天啟嗎? 現在去 現在學到吧? 善人說 嘩,你去泡啊,趕時間 嘩 嘩 看一看 我在嚇人 在哪?第幾號啊,先人 這個啊? 噢,什麼啊 這個是? 好 嘩,你一次也不懂 死人 嘩,球馬怎麼凹了 不懂打 來了 我記得怎麼打 好,責任馬 好像變成沒事 好,我來 嘩,真的要撞下去 神經病 會不會太瘋 阿得 嘩 嘩 沒事吧 嘩,每個人都嚇壞了手掌 好 是不是想到什麼呢 找到了 金金金 是這個了 嘩 嘩,一下子撞到人家的喉嚨 嘩,是這麼撞 撞不敢撞 嘩 撞到你這個殘忍的時候 一下子吐下去 先舉高頭 一下子再 嘩,神經病 我又馬上上Facebook 這招叫 得到獎杯 我都嘗試這樣打球 必殺技 職業球員都做不到 這些這麼厲害的 招數,神經病 說真的 嘩,有什麼事啊 嘩,又來 神經病啊,經常過了馬路也有車 你有沒有事啊 啊,品年 啊,OK的 OK的 嘩,很危險啊 差點死啊 啊,是嗎 連環搭行事件 我誤會到這樣啊 肯定有些古怪啊 有人又不斷拿車上滾 一定有什麼陰謀 我告訴你 坐的士 好,叫我債主幫我給 什麼?燒肉泡嗎 好,我們先燒肉泡 這遊戲沒得亂過馬路啊 要遵守交通規則啊 這遊戲要遵守交通規則啊 好,來了 去到這個 真鍋的燒肉店啊 誒 這裡是哪裡啊 偷工減尿 連旁邊是什麼都不給我啊 這是二次元空間燒肉店 好,來了 嘩 一個人都沒有啊 這家公司 拍烏鷹啊 說真的啊 你怎麼可以來這裡啊 會令我很困擾啊 你記不記得我啊 我和你做過一日的隊友 啊? 你是品田啊 你記得嗎? 我真是榮幸啊 猜不到你真的來了啊 那件事我怎麼會忘記啊 啊 什麼為之 不會忘記啊 是不是因為啊 你做過什麼壞事啊 喂,你是誰啊 好串啊 啊,我是品田的朋友 不用這麼在意啊 喂,真話啊 啊 你在這裡工作的時候找你不好意思 但是有些事情真的問你 有什麼事找我啊 啊,我很忙啊 喂,喂 喂,你怎麼可以對十五年前的後輩 這樣的態度啊 會不會太困擾啊 對啦 我來告訴你啊 我想問一下你那些有趣的事情 例如 啊 打球啊,打假球啊 喂 你有錢啊 你說什麼啊 你再說一次啊 打假球啊 立刻捅死你 唉,你想威脅我啊 很明顯你也有點嫌疑啊 要不然你也會拔刀啊 啊 你是不是在雨夜那裡問回來的 是啊 啊 啊 你想知道什麼啊 十五年前的什麼 對 想知道賭球的事情 啊 其實我根本沒有偷看別人的暗號 啊 那怎麼辦啊 我想確認一些事情 當時 我那時候是飛龍隊 是不是有打假拳這些 打假球這些事情 是不是真的 啊 啊 我告訴你啊 你找這件事 去探索這個原因是做什麼 啊 我告訴你啊 賭球的事情 嗯 誰から的指示 我不知道受誰的指示啊 總之呢 的確我們會收到一些訊息 叫我們打假球 啊 總之如果不聽指示 幾個月之後 就不會無故死鬼了 啊 或者被人解僑 所以我們只能夠默默接受這指示 原來是這樣啊 但是球隊 我真的猜不到會有這些事情發生啊 當然啦 那你才進來啊 第一天就做正選 你怎麼收到這些不正當行為呢 誰猜到你會打到魔 但我也不知道 我們棒球的東西就像燒肉一樣 我們拿些肉出來 偷偷地招牠那些不吃的肉 那些筋 客人根本不會知道 牠只會看到很漂亮的肉 一盤盤棒球都是這樣 沒有人會想知道裡面的 骯髒辣的東西 想看好看的比賽 這些東西是不需要說出來的 棒球一定是有些合學的 明白嗎? 明明啊 好像牛一樣 你也知道 牠們悲鳴被人堆壞的時候 誰會想像到 你只會想到牛多好吃 對我來說 棒球就是我的全部 所以我怎麼也想知道 求求你 珍窩 我想問一下 你知道嗎? 當時是棒球街 他炒了 品田 你知道牠多慘嗎? 我想知道那個黑幕 現在說出來都可以 他說時間過了這麼久 他說不行 太危險了 我不想說 危險? 危險? 你沒有發現嗎? 你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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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剛剛那些 是嗎? 被玻璃摺 被車輪 快點回去吧 回到你正常的生活 最後 我問到你一個問題 為甚麼十五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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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這樣 發生的事 為甚麼要屈在我身上 還有現在 還有甚麼危險 我告訴你 你也曾經是球隊一份子 所以有權利知道 為甚麼我會成為一個棋子 被人放逐出去玩球街 你剛剛已經問了最後一條問題 你自己想想吧 我不會再回答你了 你再問的話 小心你人頭不保 血豆 攝影ło 大便 原來我們的我連球 身 básicamente都有打球 有打架的行為 現在這個猎柄也有打 原來甚麼是語音 andar 我們先回去研究 negó 今天差不多了 今天差不多了,真的 對了,還有一篇潮文和我們結束吧 好 先看看 你看這個,這個很帥的,鳳素佬 今天就有一篇潮文 挺應景的,今天有個兄弟發給我 最快是月入近萬元的縱援教學 是這樣的,正所謂上班很淒涼 縱援有商量,究竟怎樣才可以 在短時間內拿最多的縱援呢? 想快又想拿得多,當然有少少投資 首先,你要準備五千元,怎樣籌回來 就看你了,說真的 你洗碗一個小時,50元 洗100個小時,你也有 接著就申請縱援 雖然得錢幾元,但夠你用的了 那五千元用來做什麼呢? 先用五百元去旺角買一隻A貨的勞力士 然後用五百元唱完 做十元花蟹 一定要花蟹,不要唱青蟹 有什麼用呢?遲些說 再用一千元買火車來回飛 搭去大西北 為什麼去大西北呢?不去近一點 近一點都可以,火南,護南 最低消費都要幾萬元 比不起來就去大西北 去大西北做什麼呢? 一落車,你不要浪費時間 那邊有些純粹的穿孤 就用高登仔最強的魅力 砍爆她 不必令女兒三分鐘內我們上來 不是,過主 相信以高登仔的能力 加上你的A貨的勞力士 一日之內就可以找到 受購的女兒了 接著不要浪費時間 跟她接敏 敦倫 一輩子流流長 大把時間做這些事情 不必在一日內求婚成功 怎麼求? 用那五十張花蟹接花 整粗的送 還在一批鄉親面前跪地送 用你最純正的廣東話說 我愛你 加給我 自己不要用國語 用廣東話才突顯到 你是香港人的超人地位 是不是? 女兒沒見過世面 綠銀子花 紫色又是銀子 加上你的A貨勞力士 得了 然後再給一千元 這女兒呢 父母做禮金 說真的 大西北來說 一千元真的不少 如果兩條老爺嫌少 那就老崔說 帶不夠錢 送一隻A貨勞力士給她